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试了Nostalgia Audio的Durando 属于他们中高阶的产品 今次用了三混合的单元 分别是骨传道、动圈和动铁 总共有七个单元 而最特别是他们今次与Vortex Cables 一起合作 用了他们的Ruraland 作为一个原装的耳机线 先方面来说 它最亮丽的就是它乐器的立体感非常之强 你可以感受到乐器有一个很特别的弱动感出来了 这个部分是非常之好听的 另一方面低频的下潜都相当之不错 量感充足 但属于快收快放的一种 不会有一个很强的沉浸感带出来 主要就是给予一种爽劲 至于音场方面其实也挺宽阔的 除此之外的连贯性也挺强 但是就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就是因为它有骨传道单元的关系 在配戴上如果你戴的配置不是太贴 就会直接影响到中低频的表现 整体的连贯性和人声的质感 乐器的质感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第二就是关于信员的配搭 因为今次主要试了几个不同信员 我自己认为在夹部分的DAP的时候 就会令到刚才提过那个立体感 线条约动感都会有一个折扣在上面 所以试机的时候就要留意配戴和信员的组合 就可以享受到我刚才提到那个乐器的立体感 约动感是否这么吸引